男人光天化日下 脱掉陌生女人的衣服 女人却一动不动 男人只是拿起画笔 对着眼前静止的女人 开始细细端向 并不触碰 而只是素描 她一个一个地宽衣解带 待欣赏完毕后 又不忘将一切回复原貌 仿佛这一切对路人们来说 没有任何感觉 只是微风扶过罢了 而这个讨人厌的光头店长 又开始对女收银员展现她的男性魅力 男人将她装在购物车里 推到了仓库后面玩闹的店员跟前 一瓶牛奶即将迎练而上 原来男人拥有静止时间的能力 只要她轻轻地搬动手指 时间又会重新开始转动 男人的超能力并不是天生而来 这是以长时间的失眠为代价换来的 男人名叫本是一名大四的艺术生 两个星期之前 本与相恋两年半的初恋女友突然分手 然而第二天 前女友就另结新欢 与隔壁般的万人迷在一起了 这让只谈过一次恋爱的本疑或不疑 她不清楚他们两人之前的感情是否为真 难道过去的缠绵对于她来说 只是浮华泡影转瞬即逝吗 作为从小一起看美女杂志长大的发小 看到好朋友如此忧郁 就劝她想开点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还不是满大街都是 改名歌带本去酒吧搭讪的辣妹 到时候嫉妒的就是你的前女友了 本对于发小的话从来就不会当真 鉴于她搭讪妹子成功的几率 自己还不如去买张彩票 接下来的几天里 本一直怅然若失 仿佛已有的世界被抽离了一半 巨大的空虚感占据了本的身体 忍不住拨通了前女友的电话 渴望听到对方那熟悉的声音 即使向她提出复合的要求 结果也只是可想而知的拒绝 看着以往与前女友的甜蜜时刻 本心中百感交集 可转念之间 想到她现在正与别的男人在一起 那感觉就好像身边的空气被吸走一般 简直快要窒息 可本始终忘不了自己的初恋 拿在手中的打火机 终究还是放了下来 本从此以后开始陷入失眠 彻夜无法入睡 但本对此并不感觉到疲惫 甚至越修仙越兴奋 只不过本对于生命中多出来的八小时 顿感手足无措 这意味着她无法借助睡眠 去消解失恋带来的痛苦 反而要承受时间强加在她身上永恒的枷锁 为了早点忘掉初恋 本将电影看了一步又一步 书翻了一本又一本 可收效甚微 初恋的光辉依然在本的心中持续闪耀 直到本在某次的夜间超市里 邂逅了美丽的收音员沙朗 看到这家超市正在招收夜间职员 想着反正自己空闲时间很多余 就光速入职了 试图通过繁重的工作来麻痹自己 这家超市虽然不大 但里面其他的员工个个都是人才 这个脚口相当的愣头青 脾气是里面最差的 自从玩单车杂技失败后 就乖乖玩她的滑板车了 大脑门是超市里最会开车的人 但开的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这两个人臭味相投 经常搞怪被店长叫到办公室喝咖啡 这个店长更是为极品 上班不是在办公室打电话吹牛批 就是去员工休息室骚扰女员工 本三番五次在上班期间发呆 都被店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可即使这样 本依然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无法自拔 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合过眼的她 逐渐感觉到自己活在时间的缝隙中 周围的事物似乎都与自己无关 本想象着人生的遥控器按下了暂停键 时间就如她所愿 完全静止下来了 她并不对自己这突如其来的超能力感到惊讶 本自由地行走在静止的人群中 却不会被他们察觉 她看着人群中一个个如雕塑般的女性 本陷入了对美的思考中 作为青年的她 自然对这样的女性之美充满了迷恋 最早可追溯到孩童时期 本见到家中女住户出水芙蓉的样貌 耐入油画场景的震撼 不亚于第一次翻看父亲柜子 最底下小片片的冲击感 本通过手中的铅笔 勾勒出一根根线条 将世间最完美的躯体跃然于画纸上 试图留住这美妙的一瞬间 直到搬动手指 世界开始了她重新运转 可本却对于眼前楚楚动人的沙朗 无法施展开她的能力 因为本会沉浸在她那迷人的眼眸之中 等反应过来后 沙朗已经悄然离去 只有本还滞留在刚才暧昧的空间中 那颗受伤的心又重新跳动了起来 这是爱情的滋味 可同事的一番话 却给本浇了一盆凉水 大脑们今晚约了沙朗去电影院 然而对方一口答应了 这让刚刚才产生幻想的本 无疑又堕入了谷底 甚至连平时百战百胜的象棋 都比不过自己的发小 身经百战的发小 一眼就看出本又是为了女人 才如此郁郁寡欢 劝她像自己那样主动 不多试试 怎么知道你们两个 还有没有后续剧情 可第二天一早 大脑们进门 就对着同事们炫耀昨晚的战绩 可谓是欲仙欲死 每一句从她嘴里吐出来的话 都如弓箭一样直射本的心窝 没等她缓一会儿 光头店长就强制店员们 充当自己的队员 去应战自己死对头的一场足球赛 可对方是一群精兵猛将 到了这边 只是一批绿荫场上的臭鱼烂虾 沙朗也过来为同事们加油助威 大脑们一如既往的上前去送殷勤 本非常甘大的挥手质疑 比赛随着口哨吹响开始 光头店长这边被杀的片甲不留 不到20分钟 就已经是26比0 遥遥落后了 眼看比分无望 本动用了时间静止 没有去变更比赛进程 反而是去往休息室 喝平分打喘了口气 待返回赛场上 足球静止地撞上店长的脸 瞬间就血光四溅 大脑门只得赶紧送店长去医院 只能让本独自送沙朗回家了 途中两人前往咖啡店闲聊 本控制不住心中的疑惑 当即就问沙朗是否在与大脑门交往 此话一出就被他否决了 自己才不会有这么随便 与别人第一次看电影就马上比武 听到这样的回答后 本心中月开了花 与沙朗开始了更加深入的交流 他到处自己在超市打工 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出国旅行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听路途上人谈及自己的生活与梦想 而说到本身上时 他的理想则如自己身份那样 希望成为一名自立更生的画家 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绘画展出于画廊之中 他们这一夜相谈甚欢 互相尊敬对方的梦想 不多问各种细则 而是互相安好 到了女人楼下门口 本十分绅士地与沙朗吻别 留下了难忘的一晚 到了第二天中午 光头店长架着差点断掉的脖子 邀请员工们于周六晚上 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为了给派对增加点小乐趣 店长给本安排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去找一个专业的夜店五娘 为派对住住姓 沙朗由于前一晚的交流 对本好感指数提升 希望他能作为自己男伴 一同出席派对 本更是非常乐意地答应了 现在的本对于初恋的执念 不断消退 对沙朗的迷恋则日益升高 大部分上班的摸鱼时间里 本在静止的时间里 对着沙朗的面容 画了一幅又一幅 幻想着与他一同 在南美洲旅行的画面 结果也如本所愿 这天下班临走前 沙朗给了本一吻 也是这一吻 治好了本几个星期来的失眠 直接就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直到一通电话打来 才将本从睡梦中唤醒 对方号称是城市画廊的负责人 在大学里碰巧看到本的作品 当机立断选下他的画作 放在画廊展出 希望下周一能去他的画廊戏聊 听到这个消息的本惊喜万分 以为自己这么长时间里的努力 终于有回报了 可他不知道 电话后面是超市的店员 在对他恶作剧 星期六晚上如约而至 本整装待发去迎接心目中的女神 将自己的好消息告诉了沙朗 对方由衷地为本感到高兴 两人随即手牵着手 来到了生日派对上 可好巧不巧 本居然在这里遇上了自己的初恋女友 原因是自己老板的弟弟 就是初恋的现任男友 剧情似乎开始有点英式狗血了 本作为沙朗的男伴 十分尴尬地与前任寒暄了一番 赶紧离开了这修罗场 得亏自己混迹江湖的发小 才不费吹灰之力地 请来了一名专业舞娘 在老光头身上 激情纵舞了一番 众人看得也是不亦乐乎 我知道观众们现在都想看什么 但再多放一点号就没了 解说也是没办法 只能替观众们欣赏了 刚身临其境燕舞的光头店长 显然还觉得不过瘾 对着落单的沙朗继续施展雄性魅力 言语还不断邀请他上楼去探讨厨艺 磨磨豆腐啥的 可这番油腻的举动 吓得沙朗只好尿顿去寻找自己的男伴本 可本却在楼上等厕所的期间 遇上了最不想遇上的人 前女友对着本表达这段时间来离去的歉意 其实自己一直还撕恋着本 话没说完 就一个嘴呼了上去 恰好这NTR的一幕 被楼下的沙朗亲眼目睹 头也不回的就要转身离去 本即使使用自己的能力 也无法让时间倒转 所谓覆水难收 本就这样让时间流逝了两天 也依然无法想出办法挽回沙朗 在扳完手指后 他还是头也不回的夺门而出 即使本灯门道歉解释 迎接他的也是和自己前女友那样 机关枪式的轰炸 本在一次陷入了失眠当中 到了周一上午 本性冲冲地带着自己满意的话座 去赴画廊负责人的约 可听到对方 表示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后 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同事耍了 可负责人看到这傻小子似乎人不错 既然来都来了 就让他把作品给他看看 出乎意料的是 负责人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的作品 可以破例为本举办一场个人的画展 这一结果让本兴奋不已 给沙朗寄去了自己画展的邀请信 希望能再次挽留自己所爱的人 到了开展的那天 沙朗十分吃惊地看着满场 本为自己所做的画像 其貌栩栩栩如生 通过本的画笔中就能感觉到 对沙朗的爱是出自内心的 本也是借着这次开画展的机会 再次向沙朗道歉 试问哪个女人看到如此的场景 能不原谅眼前的男人 更何况她还是无辜的 沙朗也是表示自己已经在旅行社开始了份新工作 两人离各自的梦想都进了一步 本也是选择将自己超能力的秘密告诉她 随着这一吻的结束 本牵着沙朗的手 在静止的雪花中漫步 与她享受只属于彼此的这一分这一秒 废柴男孩挑衅这个校园恶霸 对方朝着男生肚子猛烈一击 男生却毫无痛楚 反而是恶霸却捂着肚子大口喘气 对方感到十分诧异 又朝着男生的脸重重一锤 但下一秒自己却眼面流出鼻血来 可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捡起地上的木板 朝着男生挥了过去 可却让自己脑袋开了花 倒在地上痛哭流涕 随后急忙远离眼前的男生 这一反伤能力让男生兴奋不已 到了晚上 恶霸的父亲上门来兴事问罪 质疑男生打伤自己的儿子 男生却反驳道 是对方动手在先 自己长期以来都受他欺负 听到这男生的母亲忍不住了 叫嚣着让男人管好自己的儿子 转身就关上房门 问男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儿子不慌不忙地让母亲先揍自己一顿 母亲却怀疑儿子怕不是有大病 儿子只好说掐自己一下也行 就这样母亲动手了 但自己也遭了痒 儿子却高兴坏了 如实对母亲说出了真相 任何伤害自己现在都能反弹 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学生大喊卧槽的人 尽管母亲对此难以相信 可看着烧烤人长 也不得不信 男孩小凯几天之前还是一副瘦不垃圾 喜欢吃垃圾的有病青年 甚至对护生情愫的发小阿丽 都开不了约会的口 所以她被同学们视为异类 学校里的几个坏学生总是欺负她 今天又被他们堵住了 他们像往常一样羞辱她 将她塞进垃圾桶 看到别人欺负她 阿丽总是为她打抱不平 事后熟练地从包里掏出备用的衣服 看来这种事已经是稀疏平常 放学回来后便一并不起 医生则说 她长时间生吃垃圾 导致身体缺乏维生素 ABCDEFG 她妈妈也为此伤透了心 医生却背了过去 对着她母亲说是孩子的心理出了问题 她此刻需要一个心理医生来医治 要强的小凯故意打断了医生的对话 母亲也只好将医生送走 不过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 这天一个自称牧师的老人 宣称她有上天赐予的神力 只要用手触摸病人 不管你生了什么病 必定要到病除 于是她摇身一变 化为江湖半仙 到处在镇上给人看病 自然香火钱也是少不了的 而外出购物的母亲也在现场 看见牧师的双手一触碰 老太太的腰腿顿时就不疼了 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时母亲仿佛看到了救世主 便邀请牧师回家为小凯治疗 当母亲去取车时 一个印第安人找到了牧师 说牧师偷了他们家的东西 直到牧师在一天晚上 到了印第安人祖先的墓 而一道闪电击中了古墓和墓师 这让他获得了里面封印的超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可以让他治愈人们的疾病 还可以反弹所有的伤害 而这个印第安人是这座坟墓的守护者 要求牧师归还力量 可牧师怎么可能会同意 归还如此美妙的能力 所以对方立刻就打了牧师一巴掌 但是这一巴掌却反弹回了他自己的脸上 见此情景也只好作罢 牧师来到小凯家中 按照惯例先收钱再办事 可当他的手掌接触到小凯身体的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浑身无力 差点摔倒在地 牧师只能借口太累了 躲进侧烧做调整 叼着根烟准备再站 但这一次 他的手掌刚接触到小凯时 就感觉到一股犀利将他的超能力通通吸走 他痛苦地大叫了一声 当场失禁身亡 这时小凯猛地坐了起来 看上去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 甚至还有胃口吃饭 警方随后也只将事件定义为诈骗案了 病狱后小凯在修自行车时不小心割伤了手指 伤口却自行愈合 其后路上遇上了开头的小混混 狠狠地让对方中击了自己 到了晚上 也如是告知了母亲自己身上发生的情况 母亲也为儿子的变化感到高兴 但还是叮嘱他千万不能让外人发现 不过小凯的超能力还不止于此 在历史课上小凯拿起阿丽的发绳并吃了标签 也许是因为历史课太无聊的缘故 小凯忍不住开始对阿丽产生瑟瑟的幻想 可没想到现实中的他也会有反应 而阿丽的好闺蜜也闯入了白日梦 这下几人共同都起了反应 一堂正经的历史课就被他们三人搞砸了 但现在小凯也知道自己不仅可以被动反弹伤害 还可以借助别人的物品主动攻击 晚上学校举行勾火晚会 那群校园小混混开始对阿丽动手动脚 小凯上前阻止 但歹徒非但不听 甚至还想殴打小凯 这是之前上门问罪的教练出来劝假 一场暴乱才得以平息 但教练并不是真的想做好人 他只是怕儿子再次受到伤害 可这群人不愿善罢甘休 当他们开车上路时 碰巧看到小凯骑在前面 他们想吓唬对方发泄愤怒 于是开车跟在后面不停挑衅 索性小凯的技术好 多次避开了这辆车 但他们越开越上头 毫无顾忌地就冲小凯撞了过去 而小凯也被卷入车底 车内的人也都惊呆了 可当他们意识过来时 开车的同学已经血肉模糊死在了驾驶座上 其他人吓得逃之夭夭 小凯却慢慢从车底了爬出来 身上的伤口也逐渐愈合 他赶紧把书包里藏着的衣服拿出来换上 路过的阿力等人看见报了警 当警察赶到时 活着的学生没有一个敢说出事情 只说事故是安全气囊爆炸造成的 小凯也害怕惹上麻烦 谎称自己被击中时滚进了灌木丛 所以没有受伤 警察一筹莫展 但也只能接受这个荒唐的事实 车祸发生后本来就相爱的小凯和阿力 变得越来越亲密 放学回家后的小凯看到母亲如此不舒服 就主动申请开车去买药 可跟踪小凯回家的坏学生们 以为小凯的母亲要去上班 只有她一个人在房子里 于是他们开始了报复 他们将链条固定在拖车的底座上 启动汽车将她拖走 支撑拖车的地基突然失去平衡 所有家具滑向一侧 这也引发了燃气泄漏 母亲没来得及逃出房子 就随着一声爆炸葬身火海 买药回来的小凯冲进火场 却只爆出了母亲烧焦的尸体 第二天镇上的人们为小凯的母亲 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 警长开车送她前往孤儿院 在车上警长询问了爆炸的情况 他告诉小凯有人动了拖车的地基 可能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小凯断定是那帮平日里 欺负自己的坏学生干的 这时他们的车正好从警长的车旁边经过 他们并没有为这次事故感到任何内疚 甚至还对警车大喊大叫 像是在炫耀他们的战绩一样 而悲痛欲绝的小凯一心只想报仇 不顾警长的劝说 跳下车向他们的方向追了过去 这伙坏学生已经在河里玩耍了 他吃下其中一人的衣服 然后用衣服死死勒住自己的脖子 正在游泳的小黑一时无法呼吸 在水里扑通了几下就沉下去了 看见这情形 同伴立马跳到河里去救他 但回到岸上却已经一命呜呼了 小凯也出现在众人面前 表示要一一跟他们算账 警察的出现让几人暂时安全 来到夜里 小凯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阿丽 阿丽也劝他要用正当途径解决问题 而不是滥用自己的能力 可小凯在第二天的课上 故意当众侮辱其中一个坏学生 起初坏学生偷偷还控制同伴不要冲动 小凯转过头嘲笑对方的女朋友 这可让他忍受不了了 拿起试管就泼在了小凯的脸上 但他自己的皮肤立刻就被腐蚀了 嘴角流出白色的泡沫 躺在地上抽搐不停 旁边的学生也惊恐万分 直到警长赶到现场也得以平息 也意识到可能是小凯在对杀害他母亲的凶手们复仇 只得无奈保护剩下的坏学生兄弟 随着他们在操场上训练 在教练的车里警长发现了拉开地基的铁链 上面还残留着石头 他立即过去向兄弟俩质问当晚发生的事情 但他们失口否认 这时小凯也赶到了操场 他吃下其中一人的衣服 拿着电钻走到他们面前 胆小的弟弟又溜走了 只剩下哥哥独自面对 小凯将电钻拿到膝盖上往下钻 鲜血瞬间从哥哥膝盖喷涌而出 小凯拔出电钻再度刺向另一只膝盖 可即使这样 哥哥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 此时阿力也碰巧来到了操场 想要阻止了小凯进一步的疯狂行为 哥哥瞅准时机拿起灭火器向小凯身上喷去 教练也抢过警长的枪 向小凯的头部开枪 最后因为力量的反弹 教练父子的脑子同时炸开 小凯也终于大仇得报 在阿力和警长的劝说下 小凯同意归还超能力 因为警长曾是印第安部落的一员 联系好那个印第安人 在目的那举行神秘的仪式 却没想到神秘的力量在小凯的体内停留太久 如果拿出来小凯必死无疑 见状小凯与阿力打算逃跑 却被赶到的警察开枪打死 小凯看着死去的阿力 感觉再一次失去了一切 他将所有怪罪到面前的死事上 没有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于是他挖出了对方的心脏 对他咬了一口 超能力瞬间反噬了他 之前的所有死亡都在他身上重演 然后他就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尸体运往警察局的路上 死去的阿力复活了过来 身上也毫发无伤 看来这股污毒之力 也重新传递到了下一个人身上 男生刚刚拥有了超能力 就急于在朋友面前显摆一下 稍稍意识念力 远处的捕风机就自己发动 一到了女生们的脚下 而且不用弄脏手 就能吃到罐中的薯片 这对于宅男来说太方便了 而最厉害的时候 男生单手稍微一用力 就能将一辆汽车完全捏成废铁 几个男生对这一能力惊喜不已 而鲁迅说过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几个未成年高中生 没有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正处 比如先参加个奥林匹克比赛什么的 平日里就是聚集在一起搞搞恶作剧 可随着他们对超能力的深入挖掘 事情的发展也逐渐濒临崩坏 正在拿摄影机拍摄的是男主安德鲁 他是一个腼腆害羞 不善言辞的高中生 喜欢用录像的方式记录自己暗淡的人生 在家里动不动就受到酒鬼父亲无端的殴打 站在路上也要受到来自小混混的恐吓 而在学校里那些恶霸最喜欢的 就是欺负像他一样小透明 安德鲁每次也只能乖乖地在一旁忍受 而他在学校唯一的朋友 只有自己的表兄麦特 麦特会开车接送安德鲁上下学 路上向他显摆自己刚学的哲学知识 一天晚上在麦特的强烈要求下 安德鲁和他一起参加了校园派对 在此期间麦特的朋友小黑找到了安德 并告诉他他和麦特在不远处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希望安德鲁能用相机记录下来 于是安德鲁带着相机来到麦特所在的峡谷 这时他发现峡谷地面上有一个巨大的坑 小黑和麦特不顾安德鲁的阻碍直接爬进了坑里 安德不得不也跟着进去 他们发现一个物体在坑的尽头散发出明亮的蓝光 好奇心驱使着大胆的小黑碰到了这个不规则的晶体 但一刹那晶体突然变色 小黑立刻留下了大量的鼻息 他的变化吓坏了动物 直到发生了一阵混乱 镜头随之也黑了下去 当摄像机再次运行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三人也在进行一些奇怪的实验 事实证明他们似乎因为昨晚的奇怪经历而获得了超能力 但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使用超能力时 他们就会流鼻血 而且安德鲁在三人中天赋最高超能力用得最好 他能控制石头打出完美的水漂 第一次尝试就能让乐高积木隔空组装完整 甚至还能让摄像机悬浮在空中 从此拍Vlog就能完全解放双手 第二天三人继续开始探索超能力 他们用超能力控制鼓风机吹起女孩的裙子 在超市里移动走女人购物的推车 甚至飘起玩具熊吓唬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除了念力控制外 只要注意力够集中 也能像绿巨人那样耐操 大男孩们非常激动于自身的超能力 但至少他们还是懂得一些分寸 只是搞搞一些恶作剧 然而在三人回来的路上 由于后车不停的鸣底 安德鲁再次利用了他的超能力 但这一次他失控地把车扔出了公路 让他掉进了路边的河里 小黑赶紧冒雨跳下水就司机 麦特也立即报警求助 晚上麦特对安德鲁失控造成的伤害感到愤怒 所以他制定了规则 希望他们不要再对活物使用超能力了 但安德鲁认为是对方犯错在先 心仍然充满了不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三个人发展了飞行能力 他们可以在云中飞翔 甚至在空中玩橄榄球 但他们疯狂的行为导致小黑几乎撞上了飞机 完全失控直到他摔倒 幸好安德鲁及时救了他 小黑才安全落地 意外获得超能力 导致三人一直处于兴奋和疯狂的边缘 从未离开摄像机的安德鲁 如是记录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面对两个朋友安德鲁提议去西藏 因为他觉得很酷 那些寺庙会让自己平静下来 麦特和小黑同意有空一起去 放学后 安德鲁和小黑来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屋顶 他们在那里互相透露心声 原来一直是校园名人的小黑也担心和绝望 因为他的父母即将离婚 安德鲁告诉小黑他不善于与人沟通的痛苦 小黑建议安德鲁大胆与人交流 你投行必须得只冷起来才有妹子看向你 并邀请他与自己一起表演才艺 在达人秀上小黑愿意担任配角 让安德鲁利用超能力进行魔术表演 这样神奇的场景 让安德鲁瞬间成为全场观众的焦点 在随后的派对上 安德鲁也第一次体验到了被关注和重视的快乐 也第一次赢得了女孩的吻和独处的机会 但安德鲁却因为太紧张 在两人放飞自己之前吐出了红发女神的脸 想为他庆祝的小黑也立刻被安德鲁轰出了房间 回家后安德鲁的气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用超能力把蜘蛛挂在半空中 然后深深地肢解了他 这时母亲因病情恶化而变得越来越痛苦 但父亲自从失业后就整天闲着没钱买药 因为安德鲁和他的理论就把安德鲁打倒在地 愤怒之下安德鲁用超能力反击了父亲 而这似乎是几人之间一种潜在的感应 小黑随后在云中找到了哭泣的安德鲁 并建议他冷静下来和自己一起回家 然而安德鲁已经失去了理智 甚至把小黑的关心当成了假人假意 就在小黑还试图说服他的时代 安德鲁突然失去了控制 超能力吸引了一道闪电 直接让小黑闪电去世 随后麦特在葬礼上质问安德鲁 当时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小黑在没有被记录的情况下被闪电击中 麦特真的无法理解安德鲁的回避态度 虽然安德鲁不理麦特 但他后来来来到小黑幕前 诉说着自己的遗憾 然后安德鲁独自回到了已经被政府埋葬的坑洞 感受到了让他获得超能力的奇怪能量 来到学校后安德鲁发现那天晚上 自己的糟糕表现被红发女孩当作笑话与全校同学分享 经常欺负安德鲁的学生开始嘲笑他 于是愤怒的安德鲁当众拔掉了同学的牙齿 事后安德鲁用弱肉强食和圣者为王的理念说服了自己 坚信自己是所谓的顶级掠势者 单手就可以隔空捏爆整辆车了 然后安德鲁穿上父亲以前的消防服 在路上抢劫了小混混 希望能凑钱买药让母亲减轻痛苦 但只是抢钱远远不够支付数百美元 随后安德鲁抢劫了加油站商店 但当他拿钱准备离开时 店长拿着枪冲了出来 安德鲁迅速反击 但不想子弹击中有桶引起剧烈爆炸 两人都被大火吞噬 当安德鲁的父亲到达病房时 安德鲁仍然昏迷 可这个时候了 父亲还是继续责怪安德鲁 原来在安德鲁消失的那天晚上 父亲在母亲去世前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所以父亲把所有的气都撒给了安德鲁 甚至又要对他开始冻粗 这时安德鲁突然醒来 他抓住父亲的手开始使用超能力 这时得到感应的麦特突然鼻血横流 意识到安德鲁可能出了事故 他带着女友去了发生爆炸的医院 在爆炸性的烟雾中 安德鲁把他的父亲扔下了大楼 由于麦特及时飞了上去 救下了安德鲁的父亲 女友尖叫着这一不可思议的场景 但麦特还没来得及向女友解释 一架直升机吊在他们的车前 前来协助的警察也被安德鲁击飞 然后安德鲁把整辆车放在灯塔上 幸运的是麦特及时救援 将女友安全送回地面 之后麦特再次冲向高空 安德鲁不断重复自己是顶级掠实者 甚至用公共汽车撞上麦特 这让麦特不得不与安德鲁对峙 之后安德鲁不小心撞上了路灯 从空中掉了下来昏倒在路上 麦特想寻求支持 但被惊恐的警察乱枪击中 受伤醒来的安德鲁直接掀翻了包围他的警车 和麦特一起跳上了广场 随后大批警察立即来到安德鲁面前 疯狂地向他射击 但安德鲁禁止了所有的阻碍 然后愤怒地掀翻了周围的遗弃 看着疯狂的安德鲁疯狂地伤害无辜的人 麦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 他直接用雕像上的巨大毛刺穿了安德鲁的胸部 骚乱瞬间平息了下来 周围的武装部队见状慢慢靠近 但麦特突然开始超能力飞离现场 最后麦特沿着风的轨迹穿越云层 带着三人之前的协议来到西藏雪山 麦特记录了他对安德鲁的爱和最后的祝福 安德鲁的相机也留在了寺庙前 希望安德鲁在天之灵可以借此安息 本片作为一部小成本伪记录式超音电影 不同于2012年以前其他的传统超音片 他既专注于真实的角色 又充满了创意的场景 完全以安德鲁这一自闭性角色为叙事轨迹 聚焦于角色内心世界 通过家庭暴力 校园霸凌 以及主角自身性格问题 一步步把他推向失控的边缘 展现这样一个拥有反社会人格的角色 在拥有了强大的超能力后 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对待世界 除此之外 本片另一个亮点当属于伪记录式的电影形式 因为本片并不是为了伪记录而伪记录 这种形式是充分为角色所服务的 安德鲁作为一个孤僻不善言辞的男生 内心其实是渴望获得他人的关注的 而无时无刻伴随着他的摄影机 仿佛一个忠实的伙伴 不会背叛 只会默默地关注着自己 乃至结尾安德鲁被人群注视时 他所做的是将人们的手机和平板 一一环绕在自己身边 形式上又丰富了机位和分镜 内容上又是为角色形象的一个助角 17岁男孩得了怪病 双手竟长满密密麻麻的道次 放在洗手池上宛如涂了502胶水 根本解不下来 稍微一使劲就破坏了公司 砸在了笑容恶大的头上 霍霍霍霍 这下有好戏看了 连霍金都忍不住过来凑热闹 可这样的小喽喽 在拥有超能力的男主面前 出拳的速度仿佛被放慢了一样 两拳轻松躲过 正荡向好友得意之时 拽下了衬衫和女老师的 这难道就是失败的man 所独有的超级绝技吗 可这只失败的man 并不是正儿八经的超级英雄 而是被蜻蜓咬过的蜻蜓队长 啊不对 应该是蜻蜓侠 他拥有蜘蛛侠的爬墙与反应能力 甚至在5G上 丝毫不疏脱比马奎尔的蜘蛛侠 甚至身板子也相当硬朗 和全民超人一样 挡下一辆卡车也不在话下 救人的话目前还是算了吧 回到家中他将自己身上的变化 告诉了叔叔与朋友 当即就一刀测试了一下 果然是真火 真是殊辞之孝呀 就在一周前 瑞克这个班上的小透明 随对来参观奥斯本公司下的动物实验室 他与彼得帕克 拥有玛丽简一样 也拥有一个暗恋 却不敢搭话的同学吉尔 因为不小心误用了实验室中的强力激素 这个男人有幸成为 第一个被各种动物绝了的人 画面太过震撼 怕屏幕面前的大家把持不住 这里小编就替观众老爷们承受了 而瑞克也顺理成章地 被基因改造的蜻蜓给咬了一口 回到家后 刚从白头神探片场过来客串的叔叔 以为状态不佳的瑞克是到了青春期 就打算从书上帮侄子打疑解惑 情绪波动时 可能是产后护理不到位 产生了抑郁 母猪的产后护理 对不起 拿错书了 此刻瑞克不堪重负 静止地道了下去 外面开始电闪雷鸣 黄蜂大作 海啸滔天 波涛汹涌 一个未来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即将诞生 另一边 恶搞奥斯本公司的创始人 诺曼奥斯本因为自己身怀癌症 大限将至 外加公司的股价连连下跌 董事会想要先将其产制而后快 为了保住自己 以及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诺曼直接亲自测试 还未投入实验的基因改造仪器 不出意外的发生了意外 一阵火花四溅之后 梅绿的绿膜诞生了 不同于托比马奎尔蜘蛛侠中 绿膜的心智变化 这个反派直接拥有了 吸取他人寿命的能力 妥妥的人间死神了属于世 这样残忍血腥的画面 直接让旁边的助手 吓出了高音 另一边 瑞克也陷入沉思 他回想起自己的父母 是在戏院后 向遭遇了歹徒袭击 但和蝙蝠侠布鲁斯维恩的境遇不同 被父亲鼓舞的他 上前就与歹徒搏 混乱中 几枪就干掉了父母 夫妻双双把家还 最后只留下了这个家族遗传的戒指 象征着家族勇敢的标志 可心灰意冷的瑞克 并没有心思当什么超级英雄 他此刻只想泡妞 当得知吉尔现任男友有辆跑车后 当机立断 也打算去贷款 搞一辆 可银行职员看他还是个学生 没工作没抵押 拒绝了瑞克的贷款申请 这是一个劫匪当众抢劫 瑞克带着婶婶准备逃离 顺便放走了不会开门的劫匪 这时门外传来 通通两声枪响 熟悉蜘蛛侠故事的观众肯定知道 本叔叔这下遭殃 不出意料 躺在地上的本叔奄奄一息 对着瑞克说出了 那句著名的台词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这是屁话 能力越大 泡妞才诈 治理名言 说完本叔完成了他的使命 住进了ICU 这时X销售找到了变异的瑞克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变种人学院 那里人才积极 有橡胶人 但不是路飞 有能穿墙的 有以为自己能穿墙的 最大咖的 必然是正在做毛发护理的金刚狼 和娇克的暴风影 等X战警 直到X女教授出现 才告诉了瑞克成为一名超级英雄的秘诀 从此以后 瑞克成为了蜻蜓侠 成为了市民最好的邻居 成为各大头版头条的封面 连大明星汤姆克鲁斯 都成了蜻蜓侠的狂热粉 可惜模仿失败 现在瑞克当蜻蜓侠的名声友了 就插刀乐了 好巧不巧 对标号角日报的帝国都市报 急需蜻蜓侠的五马高清土 来当头版头条 正当我以为主创真又恶搞了 号角日报老板詹姆森后 转眼就被抬到精神病院了 正当瑞克与老板交易自己自拍照时 帝国大学发生了紧急事件 诺曼也换上反派套装 打劫了霍金的实验室 换自己为沙漏 而瑞克匆匆换上战衣 及时赶到了现场 与沙漏陷入了旋转僵局 这段打破第四面墙 真要把我笑喷 可惜蜻蜓侠百发百中了敌人的暗器 让他给跑了 初次交手 瑞克以小书告终 而到了晚上 瑞克打算踏出自己早该踏出的那一步 带着鲜花 想对吉尔表白 可脑海中不断循环审神对自己的忠告 敌人会利用自己所爱的人来伤害他 这也让瑞克无法完全说出口 可吉尔深夜走暗下 被一群小混混盯上 意图不鸣而喻 瑞克当即换上战衣 打跑了小混混们 救下了吉尔 在雨夜的烘托侠 上演了蜘蛛侠中的经典名场面 可惜维亚没穿好 站直重来一遍 这两个突突的小东西 是在致敬乔治克鲁尼版奶头蝙蝠侠吗 吉尔与倾听侠算是正式进入了爱河 那么古尔丹 代价是什么呢 没错 反派都会成为超级英雄的亲人杀手 而诺曼刚好又是吉尔现任男友的叔叔 意外受邀去瑞克家过感恩节 听到楼上的动静 以为是瑞克回来 就上去叫他 此刻吸在天花板的瑞克穿着战衣 不能让人看到 可人有三级 已经快憋不住了 索性瑞克的前列腺发达 点杀的效果很好 没让诺曼发现他 换好衣服的瑞克 从正门走了进来 但是在饭桌上 看着瑞克身上的伤 瞬间就漏了线 当场尿顿 带着侄子离开 就在瑞克饭后 准备与吉尔护死心肠 杀漏杀到 强拆了他家窗户 干晕了瑞克 送婶婶上了西天 量子置换 本来要上西天的本书 却奇迹般出院了 亲手送自己妻子去火葬 经历亲人因自己而离世的瑞克 不愿意再有爱的人 因自己而受到伤害 他拒绝了与吉尔在一起 看着满大街比武的情侣 也不动摇 开始自暴自弃 做一个美式宅男 看着自甘堕落的瑞克 本书和他的黑哥们 开始对瑞克疯狂打击血 鼓励他去面对自我内心 记得这个戒指 是你家族的荣耀 现在沙漏要去 吸取上万人的金破 只有你蜻蜓侠 才能拯救世界 备受鼓舞的瑞克 重新振作了起来 本书一路畅通 开车到了颁奖现场 这里人最多 沙漏一定会在这里行动 正如他们所料 诺曼果真来到现场 获得了一个妇女 只有奖后 来到了后台 瑞克此时出现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找到沙漏 眼瞅着这傻小子 没发现自己身份 就随便指了个人是沙漏 瑞克也想当信任 端着达赖喇嘛的头 就干了上去 没想到自己这一杂 引起会场发生了大混战 诺曼成绩以超人的姿势变身 瑞克看到后 便追了上去 没想到自己进入隔壁的漫展 这下满场的Cose 有超人有超女 有毒液有神情女侠 甚至还有自己的Cose 瑞克一时猛了头脑 没关系 反派总是最出众的那个 沙漏乘坐酷似多拉梦里的时光机 炸穿了天花板 瑞克不幸被大石板压住 动弹不得 正当沙漏就要用飞镖结果踏实 真爱粉机而挺身而出 挡住了飞镖 可自己也奄奄一息 看着心爱的女人如此这样 瑞克潜力大增 抱着她上到了天台 吉尔起死回生 沙漏没功夫陪她继续过家家 扔了个粘性炸弹过去 眼瞅着扔不掉 就粘在了裆部 在一番高难度后空翻后 与沙漏连接 靠着自己的蜻蜓盔甲 终于炸碎了大反派 可爆炸的余波将吉尔震了下去 瑞克也顺势跳了下去 看着瑞克手指上的戒指 吉尔也终于知道了 蜻蜓侠的真实身份 但现在这个情况 按照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他们还有不到30秒 就会坠楼身亡 就在这紧要关头 爱情的力量使瑞克放出大招 长出来蜻蜓翅膀 带着吉尔返回楼顶 大团圆结局 从此以后 蜻蜓侠与女友遨游世界 但请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这部电影 以山姆雷米的蜘蛛侠为框架 恶搞了众多的超级英雄 以及其中的桥段 真正做到了既好笑又好看 这种恶搞无厘头电影 在日后的好莱坞中 也层出不穷 每隔几年就有一部大杂会 去碰瓷那几年 各种大热的影片 最著名的 《当属惊声尖笑》系列了 从电剧《惊魂》到段贝山 统统戏访了个遍 可惜的是 现在好莱坞的超音题材电影 不管是DC还是漫威 都在走下坡路 除了继续扩展宇宙 或者找老演员来贩卖情怀 都无法在真正讲好 一个故事上下功夫 当然这也与超音题材电影 进入瓶颈期有关 希望滚岛接手后的DC 能够重回往日荣光 一举带到扎岛的超音高度 男人称自己是 活了上万年的学居人 与范高称兄道友 随意放置范高的真迹 甚至说吸血鬼 以及耶稣的原型就是自己 自从长到30岁后 男人的容貌就不再变化 只要他每过10年 周围的人注意到他不会变老 就决定迁徙一次 换一个身份重新来过 可以说男人的基因 已经布满全球 这天他准备 向自己哈佛的 好友间同事们离别 朋友们都不是很理解 纷纷前来送行 为什么任教10年 即将胜利史系教授的约翰 要决定离职 朋友们希望约翰不要瞒着大家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可以让大家一起 想办法来解决 约翰只好谎称自己有幽居症 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远走他乡 然而老夫人这时却笑着说 约翰这10年几乎没什么变化 史系里的女同事们都羡慕不已 还想询问她有什么保养的秘方 一旁的同事山迪 又发现了屋里打猎的弓箭 然而约翰则说自己是随便拿他来猎鹿丸 老黑却认为这样弓箭 就连专业猎手都很难射道路 约翰一介书生 居然有这般能力 眼看气氛有点尴尬 约翰取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葡萄酒 让朋友们享用 场面瞬间回暖了起来 可没一会儿 作为人类学家的老黑 注意到房里陈列的一块来自 旧式气时代的鹦鹉会状赞刀 一旁的考古学家同事 也接过来细细端向了一下 发现这的确是真东西 质疑约翰是从哪搞来的 约翰只得随口一说 从听西西九块九头来的 显然这么明显的胡扯 是骗不到这群人均博士的同事 思索再三 约翰愁愁片刻后 向同事们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自己已经活了一万四千多年 从旧式气时代一直到如今的现代 刚开始同事们还以为 这是约翰科幻小说中的设定 纷纷就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知识 对约翰建言献策 认为这个人的知识储量一定非常惊元 可以完美融入不同的社会 并且拥有极致的细胞再生功能 看起来会非常年轻 正如约翰这样 约翰听到这里 也顺势而为 说自己便是这样长生不老的人 活到三十岁就不再变老 在他的第一个身份中 自己是一个部落的酋长 被成员们视为神灵 但时间慢慢过去 一种质疑声也开始蔓延 成员们认为是约翰吸取了他们的生命 于是就赶走了他 这样的遭遇让约翰开始有了周期性迁徙的习惯 不断地融入新的团体 十年之后再离开 约翰不断描绘着史前大陆的样貌 考古学家则反驳道 那是教科书上都写着的内容 然而约翰却十分肯定 这就是自己的现实回忆 随后约翰又向众人透露 自己车上的仿座正是范高的真迹 并且自己当时是一个农场主 与范高经常就艺术展开讨论 范高则留下了自己的一幅画来纪念彼此的友情 但时空的尺度跨越的实在太大 约翰表示自己已经无法回忆起家的地方 现实中的新事物不断充斥着自己的眼睛 自己有时会过于留恋一个地方 会替换身份 甚至假装自己的儿子 但长辞以往却容易露现 所以只好周期性迁徙 众人又质问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告诉他们 约翰之事说 这次希望以一个真实的自我来告别大家 这样的回答 众人显然还是无法相信 甚至怀疑约翰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打电话准备叫一个心理医生过来 来到屋外 约翰被女同事桑迪表达了心意 虽然约翰也对如此置信的桑迪充满好感 但不忍心看着妻子与孩子 在自己面前渐渐老去 可桑迪却不以为然 认为爱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场合 来到屋内 同事们依然想继续听约翰讲故事 约翰也提前说明 自己那种宏大的故事框架 大多数都是学习得来的 如果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话 则是一种孤立视角 他那时希望温度可以暖和一点 就开始朝着太阳的方向出发 大概是青铜时代 约翰就沿着东方的贸易路线 到一个地方 就学习当地的语言 创造当地的神话 他当过2000年的苏美尔人 当过巴比伦人 也做过菲尼基人 直到自己抵达印度 与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一起交流学习 众人觉得约翰的讲述实在太过离奇 而且按他的说法 自己的经历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为什么还将这些告诉他们 约翰表示 即使你们在外面大肆宣传 也不会有一个人相信这一切 就在这时 医生驾车赶到 简单的亲切问候后 医生询问在这么长的生命历程里 约翰是否有生过什么病 他说自己只得过一两次肺炎 但越靠近现代 自己却患过伤寒 黄热病添花 甚至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 但自己的身上根本不会留下疤痕 所以无法向众人证实 紧接着 约翰又开始谈论起自己的十个博士学位 包括现场同事们的各个专业 总跨度有170年 但即使是这样 约翰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全知全能 可以遇见未来的人 他所拥有的只是无穷尽的时间 但他却被当下的时代所牵制 无法超越当前时代知识的限制 慈善机构的出现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约翰早已联系好他们 将自己的不动产捐出去 医生也开始对约翰好奇 讨论起他对生死的看法 约翰却非常淡然地说 谁人不忌惮死亡 甚至在刚开始的一段时光里 自己一度认为是别人身体出了问题 直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 才确信出问题的是自己 但自己始终又无法脱离人类社会 无法摆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连接 他不断地结婚生子 又离他们而去 这虽然难以割舍 但自己必须得这么做 说到这里 医生表示与自己那狠心的父亲一样 认为约翰拥有如此美妙的能力 说出来只会让他人羡慕 甚至掏出手枪就指向约翰 这一下子识经到众人 面对着医生言语上的挑衅 没有丝毫用处 医生也放下了手枪转身离去 这时才从他人的口中得知 医生的妻子昨天才患病去世 所以刚才才会问一系列那样的问题 乃至做出如此的举动 约翰知道后也赶忙出去向医生道歉 并拿走手枪 防止医生想不开 没想到的是 结果手枪一看 里面却没有一颗子弹 这也让约翰放下心来 回来后 众人依然被约翰的故事给吸引 希望他继续讲下去 约翰说到自己在17世纪遇到了 一个可能和自己一样的人 他们相谈甚欢 聊了两天两夜 对方的内容几乎毫无漏洞 但自己依然不能确信 直到200年后 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一个车站 遇到了一个和他很像的人 可惜的是 自己并没有跟上他 随后约翰又表示 自己并不信这个世界上已知的宗教 直到询问约翰是否认识宗教历史上哪个人物时 众人才得知一个巨大的真相 约翰居然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 随着约翰对于圣经中人物的不断解构 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老妇人 也快要坐不住了 这些话哪怕不是真的 也都是对上帝的亵渎 可约翰依然滔滔不绝阐述自己的经历 自从遇到佛陀之后 就希望如他那样 将思想带到古罗马中 但好战的古罗马人却使他为阻碍 将其四肢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幸约翰在印度和西藏学过纸腾法 追随者们误以为约翰没了呼吸 就将他放置在山洞中 直到七日之后 约翰复活 信徒们纷纷以为神迹出现 自此以后 上帝众生的故事则广为流传 只不过上帝的形象却被世人所误解 牧师们通过天堂与地狱来贩卖焦虑 收割一波又一波的信徒 强加不必要的道德 从欧哥生命 到把欢乐当作罪恶来消除 老夫人被这一段段大逆不到的话所震惊 但现实中宗教历史中的漏洞 又使得他无法反驳约翰刚才所说的一切 这时屋外传来汽车轰鸣的声音 冷静下来后的医生再度返回 听闻刚才约翰自诩上帝之后 怀疑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正当医生继续诊断时 约翰却表示自己明天就要出发 还得继续收拾行李 中断了这场对话 在场的所有人 认为约翰所说的内容 几乎都能自圆其说 医生却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 约翰一定有童年父亲的缺席 导致了这种异想症 回来的约翰又继续讲述 自己与历史名人的经过 故事引人入胜 众人几乎都相信了这一切 老夫人在不断的疑问 与不断的确信中 他的信仰崩塌了 直到灯被打开 这场电影才被医生结束 医生威胁约翰 如果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场恶作剧的话 就立刻叫人把他带到精神病院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约翰挥手表示 刚才的一切只是一个故事 是自己科幻小说的内容 希望大家不要当真 但入戏太深的众人听他到这番话 止不住地感到怒火中烧 责怪约翰这样来骗他们 约翰说是众人来到他家给了他灵感 于是借颇下驴 才编出了刚才的故事逗大家玩 众人对着约翰数落了一番 便不欢而散了 可了解约翰的山敌 断然不相信他会如此戏耍朋友 要求约翰说出自己的真名 在回忆之下 约翰说出了自己一连串用过的名字 以及60年前在哈佛的教师生涯 听到这里的医生大为吃惊 因为自己而是离去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名字 在细节不断地追问下 约翰承认自己就是他的父亲 当年是他留下他们母子俩的 这一炸裂的消息 使得医生不得不相信 但由于自己已经上了年纪 经不住这样的冲击 医生便心脏病发作静止地倒了下去 约翰叫来救护车送走了自己的孩子 电影结尾 约翰驾车就要驶离之时 还是停了下来 山敌也知晓了约翰的意思 毅然决然地上了他的车 下一个轮回即将又重新开始 孕妇在去医院的路上被闪电击中 临死前却生下了一个奇怪的婴儿 父亲看见他当场被吓哭过去 只见婴儿通体都是白色 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 或许是婴儿感觉到父亲嫌弃自己 哭得越来越大声 一旁的医生看到他的脑电波上覆盖满了整夜 这意味着这婴儿绝对不简单 但父亲却无法接受 狠心地抛弃了他 后来这个男孩被祖父收养 因为孙子过于诡异 害怕他受人歧视 就将他关在地下室16年 直到他的祖父去世 一名警长带着福利院院长来到这所房子 想帮助他 他们听说孩子已经被关了整整16年 从来没有接触过外界 性情很可能非常古怪 最好要小心谨慎 两人打开地下室的门 小心地探过去 但下去后发现这里干净整洁 完全不像是地下室阴冷潮湿的样子 孩子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 院长伸出手鼓励他走出来 当男孩走出黑暗时 他们目瞪口呆 因为他的肤色纯白 眼睛和嘴唇粉红 没有头发 仿佛不属于人间的精灵一样 男孩说他叫鲍德 从来没有上过学 但是女人发现鲍德说话优雅流利 不像没受过教育 鲍德说自己通过地下室里的书 来认识这个世界 院长看着墙上的书架 拿起一本文学著作白金 问他你也喜欢这个吗 鲍德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让他随便翻一页 接着李德从头到尾 背诵了那一页的内容 女院长惊呆了 鲍德说他可以背诵这里所有的书 女人环顾四周 地下室里少说有几百本书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特殊的男孩 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可这只是鲍德超凡能力中区区一个而已 他们带着鲍德离开了这里 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出去 当他靠近人群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的警车突然鸣敌 对讲机也发出了一响 更奇怪的是一名警察 注意到房子的屋顶上 安装了一排避雷针 而且根据法医的检测 外公虽然是自然死亡 但是他的尸体上却有电击的痕迹 女院长把鲍德带到福利院 他一下车就引起了其他男生的注意 可这个年纪贪婪的男生 对于一类有强烈的排斥性 聚集在一起 自然对鲍德充满好奇与敌意 首当其冲的是一个校园恶霸 看着鲍德正在吃饭 就带着一伙小弟围住了鲍德 恶霸好不礼貌 一开口就嘲笑鲍德的外貌 说他像外太空的吸血鬼 鲍德无视这种挑衅 没想到恶霸变本加厉 直接拿走他的盘子 然后拿出勺子逼鲍德挂在鼻子上 想要羞辱他 其他的人都想要看这场热闹 当他们看到鲍德接过勺子时 恶霸放肆地笑着 以为计谋得逞 但他不知道自己惹错了人 他们看到鲍德用力搓勺子 把他放在桌子上 下一秒食堂里所有的叉勺都被吸了过来 大家都吓呆了 随着最后一个勺子也从饭盒桌上站了起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仿佛有生命一样走了过来 这下恶霸再也笑不出来了 这就是鲍德控制磁力的第二个超能力 他本可以像其他超级英雄一样 用能力打倒恶霸 但善良的鲍德却像小孩子炫耀技能一样 解决了这场校园霸凌 随着院长的安排 换上隐形眼睛的鲍德就要开始他的学生生涯 可同样受到了同学们一样的眼光 物理课上老师带了一台电力仪器 按下开关后可以看到清晰可见的电流 但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到鲍德的不安 在他的桌子上别针突然飞了出去 然后比无法控制的转动 直到鲍德忍受不住 一道电弧穿过教室 直接击中了他的胸膛 紧接着是第二个 他被两个强大的电流支撑 漂浮在了半空中 形成一个闭合回路 这是鲍德的第三种超能力吸收电流 学生们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被吓得不轻 物理老师才反应过来 迅速打破了一气 中断了电源 随后鲍德被送往医院 医生发现他毫发无伤 比正常人还要健康 可一向独行的鲍德受不了继续待在学校 就私自逃离了医院 但路上却被警长拦了下来 送回了福利院 但回去之后 却有一屋子专家在等他 原来鲍德的智商检测结果超乎寻常 甚至比爱因斯坦都要高 但是鲍德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 因为面前这位专家对他没有丝毫信任 只想拆穿鲍德所谓天才的骗局 他拒绝回答专家的任何问题 现在他只想回家 回到温暖的地下室 但没有人允许 这是鲍德第一次情绪激烈 手表疯狂乱转 灯光忽明忽暗 说完最后一句话 鲍德转身就离开了 比起跟那些虚伪充满恶意的人交流 鲍德更乐意一个人来到森林当中 与动物们接触 可来到这都不得让他安宁 那群欺负他的男生刚好也在树林里打猎 恶霸用枪指着鲍德 想吓唬吓唬他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原来是警长副手打中了一只鹿 看着挣扎颤抖的鹿 他十分骄傲地说 我的枪很完美打到了心脏 他不会感到任何痛苦 听到这些话鲍德慢慢走了过去 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冰死的鹿上 伸出另一只手抓住副手 瞬间一股电流穿过两个人的身体 下一秒路的痛感就传到了副手身上 他哭着倒在地上抽搐 垂死挣扎的痛苦让他绝望 他挣脱了鲍德的手 似乎经历了数千次折磨 作为一个传递者 鲍德也感受到了痛苦 但他的心只有无尽的怜悯 从那以后副手再也没有打过链 警长得知此事后找到了鲍德 想要借他的能力帮助 原来警长的妻子已经瘫痪多年 不能说话或一动 他妻子的生命即将要结束 医生说他每分每秒都被巨大的痛苦折磨着 但不知何故他一直坚持不愿离开 看着受苦的爱人 警长想让鲍德帮忙告诉妻子心中的执念 鲍德来到床前 轻轻把手放在女人的额头上 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想法 原来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们的父子 多年来警长和儿子的关系一直很差 他担心他们离开后会完全切断联系 他希望父子俩能够和好 这样即使他离开了 他们也可以互相陪伴 不再孤独 警长哭着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给妻子带上婚戒之后 在他的怀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闻讯赶来的儿子 看见父亲满脸泪水明白了一切 父子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完成多年的和解 看到这温暖的一幕 一向缺乏亲情的鲍德 眼里充满了羡慕 几天后在游乐园的聚会上 一个女孩主动找到了鲍德 这是他在学校认识的唯一不歧视他的朋友 鲍德很高兴和女孩聊天 女孩也表示鲍德是他见过最美丽的人 随着两人手指的触碰 鲍德辱骂和羞辱鲍德 让这个怪物不该再靠近他的女儿 一旁的女院长见此 赶紧过来制止 男子只能撂下一句狠话 然后带着女孩离开 这让鲍德很难过 现在他唯一的朋友也没了 心灰意冷的鲍德最终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 打算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地方 看到这一幕 女院长感到惋惜 但没有阻止鲍德的离开 却没想到鲍德出门后 被一旁体育馆的声音所吸引 但他又遇到了那群坏学生 恶霸抢过鲍德的帽子 扒光了他的衣服 不断对鲍德言语羞辱 还将他推入污水池中 他的情绪开始逐渐积攒 这时闪电穿过天空 旁人的吊坠和耳环不受控制朝向鲍德 彼得终于忍无可忍 一团强大的电报 将恶霸炸倒在地 当场就没有心跳 其他逼混混之下慌了 而鲍德缓缓走了过来 他用双手化作出颤气 压在恶霸的胸口 一道道电壶闪过 最终恶霸颤颤巍巍地睁开了眼睛 尽管他一直被恶霸他们所欺负 但他天性地善良 还是让他选择救人 之后鲍德回到了老房子中 他推开门却不想 里面早已被银行搬空 他走进熟悉的地下室 里面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复存在 他坐在黑暗狭窄的角落里 感到只有无尽的孤独和空虚 这时姗姗来迟的女院长找到了他 看着孤独的鲍德 内疚地向他道歉 没有给他更好的生活 发誓出去之后一定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突然地下室的门被打开 关心他的物理老师也过来接他 此时此刻鲍德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他们走出去 却看见警长也带着人来到这里 因为恶霸的原因 他们是来抓人审问的 但当警长和鲍德四目相对时 他明白了鲍德心中的渴望 警长不顾命令 扔掉了副手的对讲机 选择让鲍德安全离开这里 这时天空突然传来雷声 鲍德看远处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向来害怕雷电的他竟然跑到远处 他张开双臂面对乌云尽情奔跑 乌云也似乎收到了他的感召 他竟然降下一道闪电 让他与天空相连 鲍德跑得越来越快 这一刻他忘记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 他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芒奔向乌云 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家 随着光环的闪烁鲍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众人只能仰望天空 挥手向他告别 而作为世人理解意义上的天才 鲍德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进入人类社会 世间的丑恶与敌视让更为纯洁的鲍德从不释然 他带世界以温良 世界还他以凶恶 或许化为粒子能量 进入到更高维度 才是他最终归宿 男人只是跟老头说了句话 就猜出他来自哪里兴盛名水 随后他又说 女人的项链三秒后会掉 果然三秒后项链直接掉进酒杯里 随后来到赌场在老虎机上随手一按 轻轻松松迎走了头奖 他虽然是个魔术师 可从来不依靠工具 而是他有预测未来两分钟之内的能力 但男人靠着这个能力在赌场从来不完大的 因为他不想太过引人注目 而是为了细水长流 但赌场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行踪 正当两人交谈他时 男人抬起头看向了监控摄像头 仿佛已经听到了他俩的对话内容 这让赌场负责人不寒而栗 派人去拦住他 而男人也预知到这一情况 来到柜台提前兑换筹码 这是一个劫匪向柜台走来 掏出手中的枪就杀掉了其中一个保安和柜员 这是男人预知中的画面 因为他的正义感 起身就向劫匪扑了过去 但赌场负责人却误以为这支枪是男人的 便通知全场守卫抓住他 可男人提前就知道了所有保安的走位 低头假装系携带就躲过警卫的视野 起身转头躲在老虎机后又躲过一个 靠着骚气走位 即使暴露在监控下 也能在警卫的眼皮子底下来去自如 男人来到洗手间 脱掉显眼的阿玛尼西装 等待进来洗脸的老头 再悄悄顺走他的草帽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溜到赌场门口 静止走上一辆银色道旗 便扬长而去 但警察也接到报警闻讯赶来 对着男人穷追不舍 男人将路线引到一处火车通道 一番加速 这只是男人预见的情况 他立马更换策略 将速度再提升到120麦 腾空越起 顺利将那火警察堵在了身后 帅气逃出升天 可这事凯奇书还没有预知到 自己正被FBI特工科尼给盯上了 因为科尼正面临着1万吨核弹丢失 所以他想利用凯奇书 预测未来的能力来帮助他解决危机 于是科尼在找到赌场的负责人后 根据他对男人以往赌牌习惯的描述 立即推断凯奇书 能在两分钟内预测未来 随后科尼利用被盗车辆的信息 找到了凯奇书 希望凯奇书能帮他找到核弹 防止无数无辜的市民遭受危难 但凯奇书向对方透露 自己从小就因预测未来的能力 而被当作实验对象 常年遭受折磨的经历 让他选择了逃避 并拒绝了科尼的要求 然而科尼不愿意放弃 大批人员立即进来 要强行带走凯奇书 但画面一转 刚才的一番对话 是他预知到的情况 知道科尼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他很快选择了逃跑 科尼也不出意料扑了个空 第二天凯奇书来到一间餐厅 如往常一样在把台看着时钟 他预测自己的真命天女将在这里出现 当小丽走进餐厅时 凯奇书根本无法挪开自己的视线 但他预测了无数的结果 都无法成功地与小丽搭讪 甚至当小丽被前男友跟踪纠缠时 他出手制止当了英雄 但结果仍然遭到了小丽的嫌弃 于是凯奇书上演了一场苦肉计 终于成功引起了小丽的同情心 借着洋装自己的汽车被偷 成功搭上了小丽的搭便车 凯奇书被小丽带着来到大峡谷旁边的原住民小学 小丽曾在这里认教 他给学生带来了生日礼物 凯奇书也为小兽星表演了魔术 他善良的举动再一次赢得了小丽的好感 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但大雨冲破了道路 他们不得不折返 暂时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里 因为只有一张床 凯奇书选择在车里睡觉 这种绅士风度让小丽怦然心动 第二天一早凯奇书看着刚出狱的小丽 终于忍不住用魔术向小丽表白 小丽立即欣然接受了凯奇书 释放了两人积攒已久的情感 另一边科尼来到餐厅调查凯奇书的下落 从中也了解到了小丽的存在 随后下属告诉科尼 赌场负责人已经被割喉杀害 科尼意识到除了自己 那伙犯罪分子应该也在寻找凯奇书的下落 与此同时丢失的核弹已经到达码头 很快组装完成 而偷核弹的恐怖分子一直密切关注FBI的一举一动 他们发现科尼一直在追踪凯奇书 所以推断这个人一定非常重要 于是他们决定先一步铲除凯奇书 以使计划顺利实施 这时凯奇书突然睁开眼睛 他搂着小丽 似乎预知到了什么 然后小丽离开酒店外出采购 但他很快就被科尼拦住了 为了让小丽与他们合作逮捕凯奇书 他们谎称凯奇书是一个反社会分子 有强烈的妄想症 并希望小丽在投入迷药之前 能花两分钟时间拖延凯奇书 在他们的蛊惑下 小丽回来后按要求将迷药投入饮药 但就在凯奇书即将喝下的时候 内心纠结的小丽还是阻止了凯奇书 他把FBI交代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他不愿相信这样善良的凯奇书是他们口中的坏人 得知真相的凯奇书知道小丽深爱上了自己 所以他将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告知了小丽 并提前说出了电视节目中的台词来证明自己 这让小丽感到难以置信 凯奇书继续告诉小丽 他只能看到与自己有关的未来 且只能发生在两分钟内 但在遇上小丽之后 他可以看到更远的未来 这句话让小丽瞬间明白 他们的相遇原来都是提前设计好的 这样的真相让小丽一时间难以消化 但当下不是纠结真爱还是下套的时候 凯奇书得赶紧安排小丽安全离开 他充当诱饵引起了FBI的注意 凯奇书利用预测能力摆脱跟踪他的FBI 同时躲避恐怖分子的狙击手 并在小丽得到协助下 逼停了警方的追击 但最终柯妮以命相逼 让凯奇书不得不选择救柯妮 自己却因此被捕 甚至还装上了发条城的同款造型 再次经历而是遭受折磨的痛苦经历 这让凯奇书很生气 然而为了800万人的生命 柯妮继续强迫凯奇书观看新闻报道 希望他能从中提前获得核弹的位置 于是他假装配合柯妮的行动 说服柯妮放开他的束缚 然后凯奇书用仗严法挣脱了军方的压戒 然后凭借预知能力 一路逃跑到了小丽被杀的天台 但出乎柯妮的意料 凯奇书并没有继续逃跑 只是默默等待着柯妮的到来 把自己看到的未来全部脱盘而出 柯妮立即告诉凯奇书 绑架小丽的人是准备引爆核弹的恐怖分子 他们可以合作找到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 这样小丽就可以得救 凯奇书也同意一起工作 于是柯妮首先屏蔽了两英里内的所有信号 然后让凯奇书作为诱饵 假装被击中 成功地欺骗了远处的狙击手 随后在柯妮的提示下 凯奇书再次看到了这辆把小丽运到屋顶上的汽车 并记住了车牌号 柯妮通过车牌号码找到了恐怖分子的巢穴 并在凯奇书的指挥下迅速进攻 另一方面恐怖分子正准备带小丽去预定地点 结果警方的围捕使这些人陷入混乱 在凯奇书的领导下 警方一路将恐怖分子逼到码头的死角 随着警方的不断推进 恐怖分子的狗急跳墙 他们再次劫持小丽将他押入货船舱 但对凯奇书来说 任何抵抗都逃不出自己的预测 一边在船舱内进行摸牌式搜索的同时 一边给士兵提醒免受杀身之祸 经过无数次的预测 凯奇书终于找到了绑架小梅的主犯 在得知主犯的射击轨迹后 他成功躲过了对方所有的子弹 最终被科尼一枪爆头 凯奇书终于救了被绑架的小丽 但当科尼带人去搜索核弹时 他们发现里面的核弹早已经被转移了 原来凯奇书为了救小丽 忽略了核弹这一重要的细节 致使他犯了这么一个大错误 核弹随后就轰然爆炸 整座城市没有人能幸免 然而爆炸结束后 凯奇书突然从床上睁开了眼睛 事实证明小丽与她的相遇 激发了她预测能力的上限 致使她能提前看到了未来几天的变化 于是凯奇书没有犹豫 主动联系了科尼 他告诉科尼只要不让小丽参与进来 他就愿意与FBA合作 然后凯奇书告别了还在床上的小丽 并发誓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找他 之后凯奇书与赶来的科尼一起离开了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作为彼时还未成票房毒药的尼古拉斯凯奇 在本部电影中的表演也相当沉稳 且兼具个人荧幕魅力 而电影的剧本则由科幻小说家 菲利普迪克的短篇小说惊人改编 光说作家的名字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 但提起由他作品改编而成的科幻电影 大部分观众肯定都能如数家珍 像影艺杀手少数拍报告全面回忆 甚至美剧高宝奇人等多部知名科幻题材影视剧 都是由他的作品改编而来 而在他的科幻作品中 步伐向本部电影中的高概念设定 虽然这部电影当年票房失利 但电影中的商业元素却相当丰富 追车枪战爆炸爽文套路 应有尽有 甚至在凯奇对预知未来这一能力的解释中 能感觉到薛定谔的猫内尾 即未来只有当你去观测时 它才会发生改变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蝴蝶效应式的改变 继而变成既定的事实 男生只是轻轻一甩 手中就迸发出粒子状的能量 男生慌忙将手埋在枕头底下 原以为它会消失 但依旧附着在男生的手上 随着指尖的滑动 能量一如水流一般轻盈 男生意识到自己似乎能控制这股能量 随即紧握拳头 能量竟全部关闭 可等它再一张开 这下可把男生高兴坏了 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森林里继续测试 他将充满能量的手 握住收音机的插头 收音机自己开始调平 一个甩手 巨大的能量让眼前的电气全部过在爆炸 坐在学校食堂里 稍微移动念力 身后的自动售卖机 就源源不断地射出可乐来 有这项超能力 一定能成为学校里最亮的仔 但随之而来的困惑要大于他的兴奋 不禁好奇 自己这突如其来的超能力来源于何处 男主麦克斯原本处在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但父亲去世后 麦克斯只能经常和母亲一起搬家 现在他又搬回了父亲住的老房子 那天晚上麦克斯发现自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 与此同时在他父亲当年工作的实验室里 沉睡的实验体也因能量波动而变得不安 第二天麦克斯在学校里与汽车相撞 撞破了自行车 开汽车的女学生索菲亚放学后 帮忙修理了麦克斯的自行车 女孩名人的外表也让新来的麦克斯感到心动 回到家后 麦克斯看到了他父亲以前的工作伙伴比尔 但就在双方礼貌寒暄的时候 沉睡的实验体完全醒来 他突破了包围 立即逃离了恩泰克公司比尔的访问 也让麦克斯发现他的母亲隐藏了一些东西 所以他立即在网上查询了比尔的信息 得知恩泰克公司的创始人是自己父亲 而父亲和同事生前 旨在研究一种与外星技术实现精神融合的技术 但不幸的是实验发生了事故 比尔接管了恩泰克公司 并再次让公司重新运营 但就在麦克斯继续查询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溢出了流质能量 会破坏人类的电力系统 起初麦克斯觉得很新奇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似乎无法控制这种能量 当他第一次和索菲亚约会时 麦克斯完全失去了控制 所以他不得不匆忙告别索菲亚 然后害怕地跑进偏远的森林 在那里他压抑的力量终于完全爆发了 麦克斯立刻晕倒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回家了 麦克斯还在胸前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图腾 这时从公司逃出来的实验体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悬浮在空中的未知物体吓了麦克斯一跳 但那个物体告诉麦克斯 他叫铁球是个外星生物 在铁球的解释下 麦克斯得知他体内的能量波一直在向外释放超粒子 昨天麦克斯因能量饱和而昏迷 幸运的是 铁球可以为他吃掉多余的能量 麦克斯才得以幸免于难 但在铁球解释的过程中 神秘的追踪者突然出现了 所以麦克斯不得不带着铁球躲在学校 以摆脱持枪的雇佣兵 放学后麦克斯带着铁球参观了废弃的恩泰克实验大楼 在封锁的建筑中 铁球告诉了麦克斯超粒子的使用方法 被超粒子增强的麦克斯变得非常灵活和强大 在这个过程中 能量同步的麦克斯 因为从高空坠落而与铁球融为一体 在变为钢铁战士的那一刻 麦克斯看到了他父亲被杀那天晚上 其中发生的零星片段 直到那时 他才意识到铁球似乎曾与他父亲融为一体 但铁球的记忆早已随着他父亲的死而受损 所以麦克斯没有看到灾难发生时的完整场景 所以带着对真相的渴望 麦克斯决定找知道这件事的比尔 但他刚离开家就遇到了以前逮捕他的雇佣兵 而恐慌的麦克斯碰巧遇到了开车经过的索菲亚 所以他搭上了索菲亚的汽车 但令麦克斯惊讶的是 他身后的雇佣兵立即停止了追捕 悄悄地离开了 之后在索菲亚的帮助下 麦克斯成功地来到了恩泰克的新总部 在这座充满科技感的大楼里 麦克斯问比尔他父亲被杀的事 比尔告诉麦克斯 他的父亲对研究有点疯狂 所以他冲动地造成了那次事故 麦克斯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他体内的能量也在这里失去了控制 于是他不顾索菲亚的叫声 直接跑出了恩泰克大楼 然而麦克斯在附近的铁轨旁 遇到了一股奇怪的龙卷风 龙卷风一直跟着到处躲闪的麦克斯 似乎想攻击他 无奈之下麦克斯只能躲在一个仓库里 但龙卷风瞬间把仓库搬到了平地上 然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风暴巨人 在他面前利用风暴的力量吸引了麦克斯 幸运的是铁球在关键时刻及时到达 并成功地与麦克斯合作 但即使他成为了一名钢铁战士 不知操作的麦克斯仍然无法与风暴巨人抗争 他也立即回到了原来的形状 之后失去盔甲保护的麦克斯被风暴吸引 但生存本能激发了麦克斯的超能力 他再次与铁球合二为一 成为一名不可战胜的钢铁骑士 在铁球的指导下 麦克斯立即启动了胸口的武器系统 巨大的能量波冲向半空 直接击败了风暴巨人 随着敌人被摧毁 麦克斯震惊地发现敌人 是一个像铁球一样的外星生物 这让麦克斯误以为铁球 是杀死他父亲的真正凶手 但铁球告诉麦克斯 这些被称为超炼灵的外星生物 可以控制自然界的各种元素 它们的目的是摧毁地球 而麦克斯的父亲和铁球 一起守护着人类 如今超炼灵卷土重来 只有麦克斯的力量才能击败他们 但麦克斯不愿相信铁球 他立刻离开了伙伴 一路跑回了家 看见雇佣兵包围了麦克斯的房子 认为他母亲被绑架的麦克斯 只能向索菲亚寻求帮助 并借走了他的汽车 在路上麦克斯联系了比尔 对方告诉麦克斯 雇佣兵的真正目标是麦克斯 而不是他的母亲 如果要想找出真相 就去恩泰克废弃的实验室 于是麦克斯立即来到实验室 但他发现铁球被困在能量舱里 这时恢复记忆的铁球 也通过精神力向麦克斯展示了当年的一切 原来铁球所属的超练灵部队来袭击地球 但在入侵地球的过程中 铁球碰巧遇到了麦克斯的父亲 在他父亲的劝说下 铁球背叛了超练灵 并与他父亲一起为保护地球而战 但研究小组里的比尔 却一直羡慕身怀异能的他 为了得到对方的力量 比尔暗地里联系了超练灵 叛变的比尔不仅为超练灵 打开了通往实验室的通道 还将他父亲锁定在能量舱内 眼看毫无解决方法的父亲 准备引爆体内的能量 让铁球保护他的孩子麦克斯 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 随着他的死亡 铁球也随之沉睡了 直到麦克斯带着超粒子回到小镇 休眠的铁球也终于被唤醒了 得知真相的麦克斯非常震惊 但穿着盔甲的比尔突然出现了 他立即把麦克斯打倒在地 威胁麦克斯进入能量舱之中 为他提供稳定的能量流 看到暂且无法与比尔对抗 麦克斯决定撤退进入能量舱 然后模仿父亲的做法 开始释放能量 导致能量舱迅速超载 吸收能量的铁球被成功激活 并立即与麦克斯结合 麦克斯再次化身为一名钢铁战士 可他很快发现比尔的盔甲 会吸收他体内的能量 导致他的攻击很容易失效 即使铁球使用了隐形模式 麦克斯仍然被对方击倒在地 幸运的是雇佣兵出现攻击了比尔 麦克斯才能稍微喘回而起来 原来麦克斯的母亲是恩泰克的大股东 他在那里在发现雇佣兵跟踪麦克斯后 就命令他们保护自己的儿子 接到指示后雇佣兵来到实验室进行救援 但这些武装人员根本不是比尔的对手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实验室 看到没有人能够阻止比尔 躲在石柱后面敌麦克斯便有自己的计划 他假装攻击故意落入比尔的手中 然后命令铁球释放他体内的超粒子能量 起初老皮贪婪的吸收能量 但他很快发现麦克斯释放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他的负荷 能量饱和的盔甲立即爆炸 比尔也在这场爆炸中化为灰烬 随着战斗的结束 麦克斯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他的母亲把隐藏的真相也告诉了麦克斯 原来他的母亲一直在搬家 就是为了防止超练灵伤害麦克斯 然而随着麦克斯体内能量的不断增加 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比尔的提议下把儿子带回来 没想到这刚好中了他的圈套 给了比尔一个可乘之机 索菲亚也接受了麦克斯 而麦克斯决定继承他父亲的遗产 与铁球并肩作战 代替他父亲守护这片土地 这部由美泰公司投资的钢铁骑士 IP来源于公司旗下一款号称为南版巴比的玩具 据说在美国男孩的童年 有着不输巴比娃娃一样的地位 可这样一个有着良好观众基础的IP 在2016年上映时获得了全方位的压倒性负品 烂番茄指数为0 就连某半上也只有仅仅3.7的高分 而本片在2022年被烂番茄列为36部不限年分的最差超级英雄电影榜单的榜首 与之对比的 是扎倒的蝙蝠侠大战超人也位居第33位 不知观众们对这个榜单有什么看法 也提醒小伙伴们 闲着没事 千万别去看原片